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祝大家新春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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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咱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参加我们周肉的新春的嘉年华 一定非常好玩的 如果看到六二球哥哥 一定要在台下给我鼓掌 给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加油鼓劲 好了 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先来带小朋友看一下 元宵节的来历和习俗到底有哪些 东风夜放花千树 梗吹落心如雨 宝马叼车香满楼 凤宵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 这句是来自著名词人 心气急写的词 清玉暗元溪的上阙 这两句话描写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一阵东风吹过 并没有吹开百花 却把火树银花给吹开了 这火树银花就是我们现在的烟花了 还有那绚丽的花灯 烟花冲上云霄爆开后 小火花从天上落下来 就像一阵阵流星雨 照亮了天空 地面上的一盏盏的花灯 照亮了大街小巷 灯火通明 街上豪华的马车来来往往 古乐 民间艺人们在歌在舞 热闹极了 天上的月亮圆圆的 一晚上的欢声笑语 舞师 舞龙等表演节目都展现在大家眼前 就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啊 但是我们可不是来赏西这首词的哦 我们这节课要讲的是与这首词相关的节日 灯节 也就是元宵节啦 元宵节也就是在农历正月十五 又叫上元节 元宵节 灯节 这是在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 一般也认为是春节活动的结束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古时候的人们把夜晚叫做宵 而正月十五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日 所以就把正月十五叫做元宵啦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元宵节的呢 一般认为元宵节是在汉代确立的 根据史书上说的 汉武帝在正月上新夜这天 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的活动 背后人当作是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源头 这个太一神又叫太一 太乙 因为在汉代人们认为他是统治整个宇宙的神 所以就会用隆重的仪式来祭祀他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汉民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在宫廷燃灯礼佛 在皇宫寺庙来点灯表达对佛祖的尊敬 甚至下令民间也都点上灯 因此随着佛教文化的影响 正月十五燃灯的习俗逐渐形成 从宫廷到民间家家户户挂花灯放烟火 再逐渐发展成现在的灯饰 所以从汉代开始 在天地崇拜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下 人们便开始重视元宵节了 既然说到了灯饰 我们就来讲一下灯饰的各种活动吧 元宵节当天 父母带着孩子们上街去游玩 孩子们手上会提着一个小灯笼 全家人一起欢快地在街上观看五狮子耍龙灯等 这就是闹花灯 因为这天灯火通明 大街小巷中都挂有彩灯 所以元宵节也就被称作灯节 在古时候还会有猜灯迷这项活动 这是中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民族文娱活动 每逢元宵节 民间都挂彩灯放烟火 于是就有人把谜语写在纸条上 贴在五光石色的彩灯上给行人猜 猜中的人便会得到奖励 这种娱乐意志的活动不但迎合节日气氛 又能启迪智慧 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广为流传 这猜灯迷的活动不但增添节日气氛 还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近来这项活动已经不多见了 所以小朋友们可以在元宵节这天出个谜语 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猜 猜对了就奖励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诶 除了这些活动 小朋友们是不是还想到一些吃的东西啊 对啦 在元宵节这天 家家户户还会吃元宵呢 这元宵就是汤圆 吃汤圆就意味着团团圆圆 但是汤圆最早的名字是叫福圆子哦 古时候卖汤圆的商家还会把汤圆叫做元宝呢 把名字取得这么好听 那大家冲着名字的寓意也会多吃几碗吧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我们放学了 我是六丑哥哥 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周六2月4号呢 我们的三台那三台呢 1301430和我们的华语电视 共同和我们的Saint Gabriel一起举办的 新春家电话游园会呢 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现场呢 有很多好吃的 还有很多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 可以跟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近距离的互动 机会非常的难得 也是我们后遇情时代第一次回归啊 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Saint Gabriel的这个mission 给我们来铺铺场了 好 那现场呢 又给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自从1月31号不是过了吗 我们之前有一波牛拜网非常大的福利啊 临时的福利 小朋友们都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那我们这个爸爸妈妈的啊 或者哥哥姐姐的这个情人节福利也出现了啊 那现在的这个牛拜网的活动呢 就是买两盒就会送一包花生酥 任一两盒 比如说两盒的这个葱炸饼 或者两盒的凤梨酥 或者一盒葱炸饼 一盒凤梨酥 都送一包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花生酥 所以呢 大家就去订购就好了 那么牛拜网的这个电话呢 哎呀 我最近真的是要多多的把这个电话给大家讲 我们牛拜网的电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牛拜网的电话就是在北美的朋友呢 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那电话号码呢 就是6268997568 6268997568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把我这个主持的接力帮呢 交给我们北京爱奇儿童频道的各位小伙伴们 看他们今天 这个快要到元宵节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诶 库医生 有反思跟我说 他自从带了宝宝去动物世界之后 他的宝宝迷上了大象 豆牛 小马 还有甲壳虫 哦还有个章鱼 等一下 章鱼 哦不对 东西世界有章鱼 哦不对 我记错了 他是说章鱼很好吃 哦哦好 那所以你想干嘛 就是你有没有很厉害的积木 可以拼出这样的玩具呢 哦我想一下哦 好 决定了就是你 乱通鸡木 我们乱通鸡木呢 要通过国家的山西认证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样检测 那我们这个边角毛刺呢 都是处理的非常圆滑 很顺的 但是他是不会去刮伤手的 他的造型结构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一个90度的小鸡木 然后你可以用四个这样拼搭 它可以变成一个圆形 然后每块鸡木呢 四边呢都是有小方孔的 有三个小方孔 然后还可以把它插上去 那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拼搭的 决定要的牛 大象 还有你好吃的章鱼 甲壳虫 小买 哇 太棒了吧 如果我买了它 我就可以在家里组装模型动物园 欸 库医生 有粉丝跟我求助说 他的宝宝去动物园游玩之后 看上了梅花路 看上了梅花路 对 你可以让你的粉丝 不要再带宝宝去动物园了吗 但是他已经去了呀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有玩具可以拼出梅花路呀 呃 决定的就是你 笔头积木 笔头积木 诶 这个美块积木 诶 这个美块积木 还知道东西 你不要再碰它了 我的笔头积木呢 有五种造型 有这个 一个的 然后有这个是两个的 那三个的呢 有两种 一个是平的 一个是立体的 它有一个这个四个的 它是平的 那就是通过 国家的三系认证 还有我们的质量检测 在玩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提升我们小朋友的精细动作 让他的手可以越来越稳 这个笔头积木是不是就买 足了你本次的爸爸的梦想啦 我要立刻推荐给他 嗨 顾医生 我又来了 上次你推荐的那个 欢乐小侦探 家长们说 宝宝们玩得很开心 那就这样他继续玩 不要再玩别人了 诶 他们想要是 有没有升级版可以推荐啊 你要升级版的是不是 对 好 我想一下哦 决定的就是你 陈鱼小侦探 这个呢叫做陈鱼小侦探 那呢他里面每一个故事呢 代表一个成语 上面也有解释说 这个成语是出自于哪里 好 那我们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好啊 开始 不能 不行了 给大家看一下题目哦 你要塞塞字了 好 然后给我了 盲人摸象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盲人呢 很辛苦 所以呢他要帮大象按摩 其实他的意思呢 这么解释也可以 他真实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清楚事物的样貌 下一张 可以 然后给我了 这看着就很难 来 我们的骰子启动 图中的小鸟是什么颜色的 褬色 哎呀 被你猜中了 三 二 一 走 还我 该成语出自哪里 汉草流向 心绪杂事物 其实呢我们家长可以跟小朋友 多玩我们的陈女侦探 那可以提升我们的亲子间的互动 提升我们的中法传统文化 多认识陈女 多认识陈女的出处 对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很有帮助的哦 一定要买它哦 嘿 顾医生 我又来找你了 噓噓 不要说 我要说 不要说 可以 我要说 就是粉丝跟我说 他的宝宝 连上的坦克大弹机器人 但是他的宝宝才两岁半 你有没有合适这个年纪的玩具呢 等一下 我想一下 呃 好 就是 一个 齿轮积木 哇 这个积木好酷哦 齿轮积木呢 是一个构造比较简单的积木 它就是每一个都是一样是齿轮状的 结构卡榫呢 就是通过这样轻轻的扣上去 这样轻轻的扣上去 那如果呢 你要让它站起来的话 让它厚度再厚一点 我们可以前后堆叠 前后堆叠 那它当然就可以像 机器人或者是坦克 就可以稳稳的 站在桌上 那它们呢 都是通过我们国家三线认证 还有我们的质量检测的 然后呢 你摸摸看 我们这个边角边边 都是很滑顺的 都是我们工厂 它自己开模的哦 坦克大弹机器人 用我们的齿轮积木 就可以完成了 我要赶快推荐给粉丝们 嘿 贵神 粉丝跟我分享说 他的宝宝想要拼一只狗狗 很简单啊 可是他想拼一只孔雀 诶 what 孔雀 对的 好 试考一下哦 好 决定论 就是你 磁力小方块 磁力小方块呢 就是我们的磁铁积木 那它用过我们国家的三纪认证 还有我们的国家质量检测 像我们孔雀的开瓶啊 它的这个瓶呢 一般的积木是无法达到的 因为这边会怎么样 会咚就掉下来 但是我们磁力小方块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把它吸上去 在玩的过程中呢 可以提升我们小朋友的想象力 还有我们的思维创造能力 可以拼搭出像我们这种孔雀啊 还有它要的小狗狗 都是可以拼搭出来的 我们磁力小方块呢 颜色非常的多 那可以通过这样画容点睛呢 把我们狗狗的五官点出来 然后孔雀的这个瓶呢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更鲜艳 更丰富 哇 我要赶快推荐给粉丝 求助库医生 求助库医生 我粉丝跟我说 他的宝宝喜欢上的魔术表演 等一下 魔术 对 请看 所以你要我编一个 跟刚刚那个类似的魔术吗 没错 然后还要是个玩具 是的 决定的就是你 几何扣环 诶 这个 只能 你知道这个要怎么样 完成你小朋友的魔术梦吗 怎么玩 来 假装哦 你看它是不是 放不进去的 放不进去的吧 是不是就放进去了 我们这个几何扣环呢 它通过我们国家3C认证 它要这样检测 这个肯定是有保障的 然后你摸一下 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机罐 它其实是没有完全连接的 所以呢 你刚给我看的那个魔术呢 其实用这个玩具呢 它也是可以达成的 你几何扣环呢 有很多形状有 小方形的 三角形的 还有圆形的 颜色呢 有四种有 六 床 蓝 红 四个颜色 几何扣环呢 你看 形状多 颜色多 那可以提升小朋友们 对形状的认知 颜色的认知 还可以变魔术哦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卡麦拉家族玩具开箱啦 我是Kuysen Kuysen Kuysen 有很多种 你看到的这边的话 你想有这种圆的啊 齿轮的啊 三角柱的啊 还有这种 三边可以拼接的 所以呢 小朋友就可以透过自己的想象力 还有创造力 拼搭出各式各样的造型 像我们前面拼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车子 我们的这个玩具呢 都是自己开模的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 不管是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 或者是我们的小学生 都是可以玩的哦 哇 这个磁力玩具超酷的耶 酷医生 有粉丝问我说 他的宝宝很喜欢 卫星塔 大风车 还有直升机 等一下 你那个难道是 那个石油国家王子的小孩吗 你怎么知道 对 他想要有这样子 可以拼搭起来的玩具啊 你有没有能推荐给我的呢 我想一下哦 有了 决定了 就是你 开阳心积木 诶 是软的呢 对啊 我们太阳心积木呢 它是这种软体的 TPE材质的 它可以组合成非常多的行动 跟刚才你说 你要组合着 天车 归星塔 嗯 还有直升机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太阳心积木 把它组装起来 我们太阳心积木呢 有这个六边形 还有我们这个H形的 然后有这个直的三个圈圈的 还有这个是放射状的 那它拼搭的方式呢 就是把它拼凑在一起 这样用摩擦力卡进去就可以了 那一样 太阳心积木有通过 国家的三四级认证 还有我们国家质量检测 所以小朋友玩起来很安心 哇 这么棒 我这就去分享给粉丝们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这里呢 再过两天 就是我们的元宵节了 所以在这里呢 提前祝福我们 所有的大陪我们小朋友 元宵节快乐 然后过来元宵节呢 就2023年农历的这个新年啊 就正式的开始了 所以该好好工作的 该好好学习的 大家一定要加把劲 争取在这个兔年 在2023年呢 可以实现我们所有许下的心愿 好 最后一期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我是刘若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